好啦,我們今天來回顧一個遊戲 World Conqueror 1945 就是世界征服者1945 這一座是在European War 3之後才出的 Conquest,我們來看看Blitzkrieg 就是選一些小國家 不過既然我們是 既然我們是Japan的,我們當然待會就來選Japan 我們今天就去做什麼小東西 我們直接看一下Allotted OK,我們直接選Blitzkrieg Time OK,Let's Japan 我們來回顧這個超舊的系列 Wow OK 哇,這個China就是讓我感到非常的不得體啊 那當時受機能限制影響嘛 所以說各位就不要這麼在意這個是什麼東西了 其實我以為是 突然想到這個遊戲,我才突然回來玩 這是我們的移動數量 我們先攻擊好了 Attack 紫骰子 唉,為什麼的坦克受損嚴重啊 天哪,發生什麼事啊 這 ヴィル G 衝靠 這次只能跟他五打五喔 好多受損喔 為什麼你只給我這兩個十項 啊 大不了全軍過去 What the hell I need soldiers for fuck sake 好來我五燈 OKOK 哈哈 我應該提升一下他們的 好吧我們遇到戰鬥了 對我是運輸船 我還在想說奇怪 為什麼會受這麼重的傷害 Apply Resume 我們就來回顧這個遊戲而已 幹得不錯 為什麼你們先攻擊蘇聯 不是先攻擊那個 脆皮跟什麼一樣 不過當時居然還要把南非做出來 真的太讓我震撼了 然後我不懂為什麼他一直攻擊中立國 雖然對他們來說中立國也是敵人 半贏半輸 什麼燈 餓啊 全肩 輪到我們的 我居然是用運輸船攻擊嗎 殺呀 呀 幹得不錯 都不能再攻擊一次 他們絕對不能再動了 可惡 轟他們 你在開玩笑吧 我被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 然後我的電腦要跑提示出來 這運輸箭不會算戰艦吧 耶 好啊 已經算被我佔據了 什麼跟著什麼 還真的咧 哇 我的全版 為什麼只給我這兩個選項啊 一個一個一個走 一個一個走 該死的 給我一個一個走 Sumorize all In the current round In the current round In the Japanese soldiers are defeated They will perish with the rival What the fuck is this 照這個意思是說 他會跟敵人同歸於盡 What the fuck 他會跟殺死他們的敵人同歸於盡 真的很棒 喔 好啦 那我們這個就先體驗到這個 這個劇本就體驗到這 Save a game 然後我想我應該不會再玩 我們來看一下Campaign是什麼 Campaign應該就很簡單 日本嗎 這個聽起來就像是日本 這是局部戰役 真的很局部 不過起碼我們有了土地嗎 給我全部過去 我為什麼都不能給我上海呢 這樣就不能給我攻擊了 真的很坑 真的限制多多的一代啊 不過我覺得這還蠻不錯的啦 還是可以多多玩看看的 好 Load game 這邊是總集 然後我們再來看其他Campaigns吧 Rise of Axis 當然我們繼續用Chapan來inspected 等一下要 然後他們就學Man坦克 我覺得好像沒什麼差別 喔 這Axis更大的一個嘛 好啦沒有沒有沒有 這就是很大的差別啦 可是這一代就沒有France了 他真可憐就這樣死了 完全沒有轉環於余地的死 然後我們再來看最後一個 Allied counter attack 一樣 Japan spectate 嗯 嗯 Let's see 好像沒什麼差別 啊應該是以日本試著什麼差別 哇 這邊是American and British Why not Why there's no friends 啊法蘭西就這樣子被龜影了 起來 不知道該怎麼講 法蘭西就這樣被龜影啦 啊那就GG 不談啦 啊我是沒什麼意見啦 對此 嗯 我也能有什麼意見 齁那我們的小小的一個spat take就到這邊結束 啊 喔對了 下周我們會繼續進行 對那個歐洲陣陣舞的那個戰鬥 我真的覺得有點難 難到有點不太想不太想繼續 但是該做的還是得做嘛 嗯 我剛才還有拍另外一部影片 對待會就上傳 那我們下次見 明天見拜拜 拜拜